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挑战英文智慧的极限 以UN开头的形容词 讲真讲词啦 还是字嘛 这个当初就取错了 形容词啦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些字啊 我们一般用不到 也就是说不会用 可是呢它很实际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用中文去想英文 这个字啊 英文要怎么讲啊 就是想不到 那这些字就是这样 但是它有系统化就是UN开头 第一个UN开头就不行啦 负面的意思 UN就负面的意思 然后它使用词啊 这种字也蛮多 也很实用 可是我们就是不会啊 这些字也不一定很难 我们待会看就知道 也不一定很难 意思又很实用 可是就是不会啊 如果说挑战英文智慧的极限 再一起看 这种词 taste 工序 独感 无工写 许 一 use 一 这些字啊 看起来有点难 但是不是太难 其实你把一文去掉就不难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意思 下面是例句 abaited 就是减缓的 不管是风雨 暴风雨 或者什么情势 变得稍缓 然后没有变得稍缓 没有减退 暴风雨 没有减退 我们看例句 The war the sea continued unabated to save our lives 这海上的战争 海战 持续着 一点都没有减退 就是战争还是很厉害 有时候打仗打几个小时 会缓和一下 就并没有缓和的迹象 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打了好几小时以后 还没有 减缓的迹象 they continue to work with unabated into users 他继续工作 可能上班啊 或者是创作啊 写歌词啊 写作业啊 写文章啊 做实验啊 他继续工作 一定的 让他们的热情啊 工作的热情啊 工作的那个 投入的程度啊 一点都没有衰退啊 就是毅力过人啊 精力充沛 有未减退的 或者 我们 这边只是把中文写出来 可是我们不要去抠那文字啊 不要说 一定是未减退的 比如说 未衰退的也可以吗 未缓和的也可以吗 啊 没有 没有 没有更 更衰退的 都可以了啊 就抓这个意思啊 unabble就简单 unabble是可以的嘛 或者有能力的嘛 unabble就是 不能的吗 做不到的吗 没有能力的吗 你有未来 随便你讲嘛 但是我们不可能 把所有中文都写出来嘛 那就抓这个意思啊 i was unable to sleep last night 昨天晚上 我不能多睡觉 那你也可以说 昨天晚上 我睡不着觉 就比较通顺 就无法入睡啊 可能太高兴 可能太难过 可能身体要生病啊 各种状况 unabble就是缩减 删减 删减预算啊 一个书啊 太长了 你就写一个啊 短一点的删减版啊 这是没有简化的啊 这个字 一直打错啊 这是没有简化的啊 或者有人讲 没有删减的啊 像书啊 只有五万字啊 删成一个三千字的 缩减版啊 这个大家比较看得懂啊 没有简化的啊 你不要说未简化 就没有简化的嘛 没有经过讲 随便嘛 就用中文啊 不要说一定值得几个字啊 就抓这个意思 随便你讲嘛 第二件 Underbridge Dictionary Library Table 这个图书馆的啊 这个图书馆的啊 这个图书馆 图书馆不是有很多桌子吗 可以给你看书吗 图书馆的桌子上面啊 这个 有一本啊 这个 没有简化的啊 这个字典啊 你说字典就字典 有什么简化 有的字典很厚啊 很重啊 你真的看这个 原来的那个牛津啊 剑桥大字典啊 韦伯 韦斯大字典 词典啊 很厚啊 有人弄个精简版啊 这个意思 Alexander 就是没有中音的啊 当然 这边我没有写出来 除了是 你说没有中音的这个字典 没有很实用嘛 这个我们也不会常讲啊 但它另外一个意思 我这个没有写出来 就是 你没有特别强调的啊 这就比较常用嘛 并不是特别强调的啊 Anywhere ago the a is extended 你看这个 ago 它因为中音在go嘛 它的母音 中音的母音是go o嘛 不是er嘛 就不是中音的啊 不是中音的 那这个不是常用 比较常用 这个事情我没有很强调啊 我随便讲讲 并不特别强调 所以这边还有这个意思 我这个就不写上去了 un acceptable 本来accentable是 可以接受的嘛 反正全部讲完就是 都是负面啦 否定的啊 相反啦 这个意思 就没有办法接受 unions have to describe the latest pay offer as acceptable unions呢 很多意思啊 联盟啊 在美国欧洲就常常把它用为工会 比如说unions 本来是联盟 这个是工会 工会形容啊 ladies是最后的 但是啊 你也可以讲最新的 而且最后你就最近的嘛 最近就最新嘛 就看你怎么办嘛 所以英文啊 翻译啊 不管是字或词啊 或者是整个句子啊 整个段落啊 很灵活的啊 看你的心情啊 看你高兴啊 看你的解读啊 看你的智慧能力啊 无限延伸啊 所以英文程度越差的就越窄啊 英文程度越宽的啊 它就越灵活嘛 就最近的 最新的 上一次的 最近一次的都可以嘛 就是 最新的这pay offer就是薪水啦 pay是付钱嘛 offer几公里嘛 常常讲pay offer就是 我们叫薪资待遇啊 就用pay offer 不能接受 就觉得很低了 那工会不接受 他的company就是 没有人做办的 company本来是 陪伴嘛 陪伴 后来也当公司嘛 公司就一大堆在一起 你陪我 我陪你一起上班嘛 没有人陪伴呢 当然你就单独的嘛 当然你也可以隐身 把它变成孤独的啊 如果孤单的 孤独的 就比较隐身的意思了啊 本你有这个意思啊 也可以 这英文程度好的啊 中国人比较没办法啦 外国 什么人做到的 小国家嘛 写剧本的嘛 文字工作者嘛 记者嘛 诗人嘛 他就抓住原始的意思 可以做很多延伸啊 这个合理啊 他本来就这个意思啊 可一般人 脑袋死死了 而就这个意思啊 其他意思不会用啊 所以 英文好的人啊 加上创造力比较丰富的啊 他这把字啊 用的很糊啊 英文导师啊 unaccompanied she went to the movies unaccompanied 所以他就是 他一个人看电影就好了 你不要说 他去看电影啊 没有人陪伴啊 这我翻译就很烂 你说他一个人看电影就好了 一个人当然就是 隐含的意思是 没有办 the company the singer send three songs 你用字面上英文程度不好 你就说 这个没有人陪伴的歌手啊 唱歌的人啊 唱了三条歌 谁听得懂啊 什么叫唱歌 没人陪伴 就是什么独唱 那也不是独唱的意思啊 你说歌手嘛 通常一个人唱的很比 比较多嘛 那合音不算嘛 合音算合一嘛 两个以上就合唱嘛 可是一般都是 你看那个表演啊 就是一个人唱嘛 那什么叫没有人陪伴的歌手啊 他这边 呃 这边啊 前面写无人陪伴的 单独的显示不出来 这个意思啊 而company 还有一个意思啊 就是伴奏 除了陪伴 另外一个是伴奏啊 呃 就是说 没有乐器伴奏 的歌手 唱三条歌啊 呃 刚才你讲 这个歌手独唱了三条歌啊 这差不多有这个意思啊 就说 就arcapella 就是我们讲 人声啊 就没有乐器 比如说这歌手呢 他在没有 乐器伴奏的情况下 我们讲清唱 清唱了三条歌啊 这个中文翻的比较好的歌手啊 清唱啊 还不要讲独唱啊 清唱了三条歌啊 大家听得懂 哦 没有乐器 伴奏啊 所以 accompany 也可以是伴奏 accompany accompany 就是没有完成 accompany就是完成嘛 所以 英文常常啊 ABLE就是形容词 那ED呢 就是由过去分词啊 转成啊 形容词啊 所以 英文的动词里面啊 加ED 它变成过去式 或过去分词啊 但是也常常把它转化为形容词 如果加NG呢 一个是现在进行式嘛 另外也可以讲分词嘛 也可以是动词的现在进行式 也可以变成形容词 也可以变成形容词 甚至多名词 所以ED只能当形容词 转化为形容词 RNG 如果转化为形容词 还多了一个 也可以转为名词啊 但是呢 ED呢 也可以当名词用 可它前面夹一个贴詞 比如说 年轻人 形容词嘛 这样就变年轻人嘛 Rage 是很有钱的嘛 The Rich 这个有钱人嘛 有这个 有这些小知识啊 没有完成的 也可以是没有成就的 没有成就就没有完成嘛 所以它先有未完成的 这个意思 后来也是为没有成就的 Many times remain unaccomplished 而许多任务啊 还没有完成啊 John is an unaccomplished writer 他是一个没有成就的 没有成就的一个作家 当然你说一事无成也可以啊 或者说半吊子也可以啊 翻译的时候活一点啊 所以最糟糕的人就说 翻译完了以后 他翻译的时候一定要 他说中原文啊 那这种人翻译是不好的 翻译好就是说意思是那个意思 可是你翻出来的东文就是中文化啊 完全看不出来的翻译 Accountable就是无法解释啊 不用负责任啊 Account有很多意思啊 很复杂啊 这个 就是解释啊 归咎与什么责任 很多意思啊 Accountable reasons to disappear 因为一些啊 无法解释的原因啊 他没有出现 Appear啊 这个也是嘛 DIS啊 后面也会做一个DIS开头的啊 Appear出现嘛 但是Appear就是没有出现消失嘛 因为一些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无法解释啊 他就没来 没有来 也许生病啊 也许出车祸啊 也许路上帮老太太飞车啊 也许小孩子有什么事啊 或者根本搞不清楚 He is unaccountable for the failure 失败 这个失败 比如这场球打输啊 这工作没做好啊 不能怪他 是别人的责任啊 他已经尽力了 这不用负责任 可能是自然的环境啊 天灾 人祸 同伙人不努力 对手太强 很多原因 他不用负责任 Unaccustomed 就不习惯 accustomed是一种习惯嘛 他变成用识 也就不习惯嘛 I am unaccustomed to speaking in public 所以我在公众场所讲话 我害羞 或者没有训练 我不习惯啊 那你说to后面to是一般叫不定词嘛 不定词后面都再加原型动词啊 为什么后面加ing啊 因为他如果当一个成语啊 成语他连接啊 成语他就不是不定词啊 他就跟建西词了啊 建西词后面的动词加ing嘛 所以如果to跟前面没什么关系 他后面动词加原型动词 这边呢成语是b b动词啊 这边是m unaccustomed to 它是一个成语啊 这个时候他后面加动词啊 他加了ng 就是这个情况 underdrawn 那drawn就是 就穿比较好的衣服啊 就修饰的意思啊 穿好的衣服啊 家里装潢的很漂亮啊 其身里没有什么装饰 就是 没有装饰的啊 又把引申为很普通自然的啊 If this is it I don't want the grey and the toy 就是啊 他参观了啊 这个 诗人的坟墓啊 Grease坟墓啊 这坟墓啊 这坟墓啊 有的有钱啊 有名啊 死了以后啊 坟墓盖很漂亮 有的人比较穷啊 或者他就交代啊 我坟墓啊 要精简一点啊 所以他这个坟墓啊 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 装饰啊 We are quite impressed by her honor doing manners 我们的impress就是 本来是用力一压 用力一压 用力一压 后来引申为就是 意向深刻嘛 我们意向深刻啊 就是他这个朴实啊 朴实无华的一些态度啊 就不会跟你 须以为一压 格宫颂德啊 满嘴好劲的话 就 有什么说什么啊 Under budget rate 就是很纯的啊 纯正的啊 但是不是纯正的啊 纯正的啊 完全的啊 那为什么纯的呢 the budget rate 就是掺进去啊 掺货了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啊 这个泥酒啊 加点水就不纯了嘛 但是酒精浓度没那么高 或者外面卖的果汁啊 都不纯了啊 有的我们家里先榨果汁啊 全百分之百纯了啊 外面他要么卖很贵嘛 要么他成本太高 就是他这个果汁啊 加水嘛 你看你买饮料 果汁啊 果汁上面说 这个 纯度啊 原汁啊 有百分之三十啊 百分之二十四十啊 加了 加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果汁加水啊 这个 酒加水啊 或者什么东西 加什么东西啊 就是掺杂进去 没有掺杂就是纯的嘛 纯正 纯正 纯正跟纯正是不一样的 纯正就完全的嘛 纯正就完全的嘛 this line was under God under God's waiting message 那这个就是很凄惨的 一般要么就是穷嘛 穷就很凄惨嘛 稀苦嘛 要么就是 他这辈子不信嘛 有的有钱也是很凄苦啊 什么情况 很多女明星啊 名利双收啊 可是也没这个 有钱啊 有名啊 怎么没这个 可能婚姻不幸福啊 嫁了几次婚 被老公欺负啊 被老公骗钱啊 男的也是啊 你看纯正涛也是有名有钱嘛 他就去招农法啊 这个拜金女啊 搞到最后 没什么钱嘛 就是 他的这个 他的 也不要讲生活啊 他这一生啊 就是 真的 真的是 很 很不幸 我们讲很不幸 那这个 advice 就是 轻率的 怎么会变轻率 advice 本来是建议嘛 就是 你不听人家建议嘛 不听嘛 就是做嘛 就很轻率的嘛 就是 没有经过大脑 也不添加意见 就把对手很轻率的 就是 没有深思熟虑啊 就是 我们叫一头热啊 脑袋发热啊 就做啊 也不想前因后果 这个意思啊 就没的人 advice decision 他做的一个很轻率啊 没有经过 只是思考的一个决定 uneffective effective 就是 影响啊 没有受影响的 他另外 也可以当成 直率的啊 当然直率的跟轻率的不一样 轻率就是 没经过大脑 直率的就是说 呃 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 经过大脑 可是他就喜欢啊 像柯文哲就是直率的 你也不能说柯文哲都没有思考能力 他有思考能力啊 很强啊 可是他就说 我就 我就不想讲话 我不想讲话 我可能会得罪人啊 但是我有什么 讲什么 我也会想过啊 可是我就喜欢讲真的啊 这个意思 这房子啊 这房子啊 虽然有这个地震啊 但是他没有做什么影响啊 旁边的房子啊 可能军列啦 可能受到影响 他没有啊 可能他的建筑施工啊 要兼顾 I like his unattractive attitude 我喜欢他这个直率的啊 态度啊 就像柯文哲嘛 不喜欢他就说 阿伯啊 乱讲话 喜欢他说 喜欢年轻喜欢嘛 因为年轻也算真嘛 年轻就说阿伯好啊 他有什么说什么啊 不像有人讲话虚伟啊 这个意思 unaffordable 就是无法承受的 一般讲买不起的比较多啦 就是这边太贵嘛 所以你也可以讲 东西太贵的 你也可以说 我负担不起 我买不起啊 这个 当然也不只是钱啦 这个事情我无法承受啊 你对我的爱啊 我这个太深啊 我无法承受啊 House is unaffordable to many people in the city 像台北市现在物价是很高嘛 不是物价 房价很高啦 所以人家买不起嘛 动不动都几千万年轻人 一个月弄个三万多块 不吃不喝要几十年啊 这个城市啊 这房子啊 House is a 房子啊 房子里面住家人 那边 home 家庭啊 家人啊 这房子啊 城市的房子太贵了 许多人买不起 无法承受 unaffordable unaffordable 不害怕的 the child is an afraid of the dog of the dog 这小孩子啊 一个小孩子 child嘛 复数好几个小孩子 就救了 这个小孩子啊 不怕黑啊 很坚强很好 unaded就是aid的帮助嘛 就没有帮助啦 没有人帮忙啊 she can see the stars clearly with the unaided eye 这个奇怪 他很清楚看到我们讲 star就是星星嘛 星星什么意思 叫恒星嘛 不是星星嘛 不是星星嘛 不是卫星嘛 因为不发光看不到嘛 所以star已经像太阳一样 恒星嘛 会发亮嘛 他很清楚看到恒星啊 恒星也很远啦 他也看得到啊 近视眼看得模糊啊 这个视力啊 1.2 1.5 看得很清楚 没有经过帮助的眼睛 什么意思啊 就没有戴眼睛啊 没有用望眼睛啊 没有用天文望眼睛啊 没有用仪器啊 就没有帮助的眼睛 就是 就是 就我们讲裸眼啊 就直接眼睛看啊 没有经过啊 望眼睛等等的帮助 unalloy 又要念alloy 我是念unalloy 完全的 什么意思啊 alloy本来是 合金嘛 就两种金属 或者两种以上金属 然后这个高温融化以后 变成一种金属嘛 可能变得更硬啊 有些特别的功能啊 就是 不是合金嘛 合金就不纯嘛 你说金跟银啊 这个铜跟铁啊 什么混在一起 就是混着的嘛 没有混着就是 纯正的 你也可以说纯正的 纯粹的 完全的啊 或者百分之百的 都可以嘛 啊 she live in an alloy b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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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是幸福啊 我们一般叫happiness 幸福啊 那是快乐啊 又是幸福 跟幸福不一样 真的是bless 是 因为快乐是一时嘛 而幸福比较久远嘛 就像weather 是短期内的天气嘛 weather 长期的天气是climate 气候嘛 所以幸福跟快乐不一样 真正的幸福是bless 啊 他是 他活着啊 他生活是非常的啊 非常的幸福啊 这个 不辞 只孝 雄友 低功啊 on audible audible 是改变嘛 动词嘛 对启用词 对启用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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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前面自首余文嘛 也不能改变啊 但是on audible decision 这是老板的决定 是不能改变的 unloaded unloaded 就是未改变的啊 the temple can survive unloaded 这个temple也可以当 人的太阳穴 这边是寺廟啊 survive就存活嘛 这寺廟啊 存在了啊 很多年啊 然后都没有啊 都没有改变啊 但是说都是不能改变的啊 未改变的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讲 什么事情 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是无法改变的啊 用ABLE 用 加ED 变形容词就是 某件特别的事情 它没有变啊 所以我们讲一般的事情 没有特别是什么东西的啊 用ABLE 你说讲的人啊 事情啊 物品啊 有一个特定的 就用ED unambiguous unambiguous 就是很明白的 ambiguous 就是模糊不清嘛 笼统嘛 不是笼统嘛 就是我们讲明白的啊 就是说明确的啊 这个 这个意思啊 the law is unambiguous 这个法律啊 写得很清楚啊 这个法律啊 不会说很模糊啊 很清楚 the law is always described unambiguous 老板的命令啊 有时候老板下命令啊 下决定啊 下决定啊 有时候理议不清啊 有很多地方有争议啊 他搞不清楚啊 这是老板的决定啊 他的order就是命令嘛 就可以当订购嘛 这意思很多啊 就老板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 unambiguous 就是没有野心的嘛 unambitious 就是野心的嘛 或者讲企图心的 你讲没有企图心的也可以啊 I'm only a plain unambitious just fine 我只是一个啊 没有野心的家里主婦啊 我也不想上班 也不想赚大钱啊 在家里相夫教主就可以啊 unamerican 就是非美国的啊 就可能欧洲的啊 亚洲的啊 不是美国的 that kind of behavior is considered unamerican 那一种行为啊 被认为不是美国的 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人有哪些是美国的民族心嘛 接义有为吗 讲真话吗 不要背后说人家吗 言出必行吗 众生平等吗 因为美国大荣如嘛 就是不是这些东西啊 就被认为是啊 不是 不是美国的作风 我们也可以讲 不是美国作风的 也可以 而自己讲这里